桃园尤姓男子结婚4年多,因涉及媒介色情被判刑,妻子今年初和他离婚,3岁的儿子由父亲监护,尤的前妻向法院指出,前夫离婚后整天游手好闲,爱喝酒又好赌,靠借债过活,也无心照顾儿子,今年3月到5月间,他发现儿子经常全身脏兮兮,手脚有蚊虫咬伤,汗烫伤痕迹, 他怀疑前夫虐儿,前夫还迟到威胁要把小孩分成两半,他以儿子未得到妥善照顾,也担心而安危,向法院申请改定监护权 法院审理时,游姓男子称谓曾虐儿,只是没时间照顾,脚上烫伤,是儿子不小心碰到机车排气管,拒绝前妻把儿子要走 社工访试时,幼儿哭直喊呀妈妈,身上脏污,油蚊虫咬痕,幼儿祖母坐正孙子跟着他,可能连饭都没得吃 法官检视幼儿就依记录汉祖母说法,认为幼儿跟着父亲却有暴力阴影,汉可能三餐不济,裁定监护权归妈妈,父亲每月要付八千元抚养费 桃园是有幸男子离婚后为善尽父亲责任,三岁幼儿全身脏污,让他丢掉监护权,图为桃园地院法庭,图报戏资料照,分享